非常感谢大家参与今天的桂冠云讲堂 我是桂冠的教育顾问Caroline 那么今天我们云讲堂的主题呢 是澳洲高中生如何申请英美顶级大学 今天呢我们先是邀请到了Elia Mission的两位嘉宾 首先呢是Julia女士 Julia是Elia Mission的创始人 全球名校申请专家 对澳洲和国际教育有着丰富认知与经验 从2012年开始帮助超过百名澳洲高中生 进入全球顶级名校 那么现在请Julia女士为大家打声招呼 Hello各位观的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经验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帮助 好的那我们第二位嘉宾呢是Natalie女士 Natalie是Elia Mission的教育主管 SAT课程主管 擅长学生学术规划 每年帮助学生获得SAT高分进入名校 那么现在有请Natalie女士为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Natalie 很高兴来到今天的讲座 好的谢谢Natalie 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Elia Mission Elia Mission一直致力于帮助澳洲高中生申请美国和英国名校 从2012年开始超过80位同学在他们的帮助下被美国大学录取 90%以上被美国前30的名校和英国G5录取 每年都有学生被Top10超级名校录取 其中包括耶鲁大学 感兴趣跟澳洲大学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呢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我们是选了一些数据 能够在全球排名进入前50名的大学数量当中 澳洲英国和美国分别占据了多少 那澳洲一般是有2到3所 英国呢有8到10所 美国有30到40所 所以从这个数量上我们能够很直观的感觉到 英国和美国的全球名校数量是比较多的 那么这也就是说给我们的家长和同学们更多的就学的选择 可以让你们有更多的选项去到这些顶级名校 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做一些数据上的分析 这个表格上呢首先我们是选了三个大学 第一个是墨尔本大学 以我们澳洲的大学为代表 另外两个一所是美国的哈佛大学 这个我们就不用多说了 大家都知道 第三所大学叫密歇根大学 它也是一所非常好的 在北美美国排名前20名的大学 是美国比较大的一所公立大学 所以我们也觉得比较有代表性 我们拿出来比较一下 我们比较的第一个点叫总资产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数字 我们可以看到墨尔本大学的总资产数量是57亿美元 而哈佛大学有698亿美元 密歇根大学有182亿美元 所以这个数字我们也能够感觉到资产上面的区别 资产代表什么呢 那么我们可以想到有型的 像他们的校园 他们的建筑 他们的图书馆 设备 实验室 也包括有到无形的资产 比如说他们的科研 知识这些东西 第二个数据呢我们选的是一个学生人数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学校的规模对比 墨尔本大学我们看到的是有42653位同学 这个就是所有学生的总数 这个数字呢和美国密歇根大学 基本上差不多是43000多同学 而哈佛大学一下子就变得比较少 只有19882个人 所以最后我们会用一个计算的方法 我们如果是这样算的话 我们可以算到平摊到每个同学头上的资产数量是多少 所以这个对比也很明显 我们看到墨尔本大学 平均到每个同学的资产是13万 密歇根大学是42万 而哈佛大学有351万 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数据的对比呢 因为我们其实也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 这个有多少钱办多少事 所以如果我们每个同学能够平摊到的资产数量越多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非常直观的 你受到学校对你的支持 你可以利用到学校的资源 是越多的 那你今后想去做什么事情 想要实现你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是更有机会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的 最后的一个比例呢 我们选的叫学生对教员的比例 也就是说一个学校里的教员 他所对应的有多少个学生 这个对比上我们可以看到 哈佛大学是一个教员对7个学生 密西根大学是一个教员对15个学生 墨尔本大学是一个教员对25个学生 所以这样的比例如果你是对的学生越少呢 那么也就是说一个学生受到老师教员的关注度越高 如果学生在学习上有什么样的困难 想要跟老师去探讨 想要去寻求一些学习上的资源 活动上的资源 那么可能有更多的人力上的支持 可以去帮助他们去实现 所以这是非常客观的一个对比 因为我们完全是采用数据来说话 所以通过这个数据 我们也确实能够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名校对学生的这种实实在在的 这个资产上的支持 是完全可以影响到他们在大学里的这种生活 参与的活动 从我们过去的同学给我们的一些反馈 包括Natalie也知道 我们每年每个学期吧都会有同学来跟我们反馈说 他们可能会去听诺贝尔获奖者的讲座 他们会去做交换全球各地做交换学习 我们之前在耶鲁大学的同学 之前是在古希腊去做考古 也有同学他自己在拍电影 或者是跟着教授去做研究 所以他们的这些做的很多丰富的这个学习和活动 完完全全是有学校在背后用资产金钱资本在支持着他们 这是第一个比较明显的对比 那接下来我可能还会再分开讲一下 名校到底还有哪些实质性的好处 第一点呢我们说是 因为有这个录取的难易程度 他直接决定了学生的整体素质 众所周知就是英美大学的申请要求是比较复杂 要求也比较高 竞争比较的激烈 所以这就直接决定了 一旦被这个学校录取以后 录取的这些同学已经是经过了过五关斩六将 所以可以决定说他们的整体素质相对来说会要更高一些 第二点呢我们叫做通才教育和先学习后定位的理念 这一点就是更加专门针对美国的大学 所谓的通才教育就是说在大学的第一年和第二年期间 学校是并没有要求你一定要确定自己想要学什么样的专业 什么样的方向 那同时在这前两年里呢 学校会要求你去学习 包括比如说外语文学 数理计算机 人文社科等各方面的学习 这样呢可以让同学有非常充分的时间和自由 去探索这些不同的领域 那么在到大二快结束的时候 会给到你一个机会去确定 你真正想学什么 可以是跨专业也可以是双专业 或者是主专业辅修专业 各种结合 从而能够给到你很充分的机会去说确定说 嗯这个确实是我非常想学的 或者我想学更多的东西 这个就是通才教育的一个概念 第三点可能和澳洲大学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呢 是以寝室为中心的校园文化 这个我们也知道如果是在英美留学 你可能是要相对来说 特别是美国一定是要住在校园里面的 而跟你一起住的一个寝室里的同学 他可能是来自全球各个地方不一样的背景 也可能跟你学的专业其实也不一样 不一定是一个年级的 但是你就有机会可以去结识各种各样不同的人 所以在住校的文化里面 你不光是提升了自己的一个自主生活的一个能力吧 也是说锻炼你结交社会或者是拓宽社交圈的一个能力 而这个经历呢可能对很多人来说 会是一辈子可能只有一次的这样一个经历 也是非常的一个宝贵 接下来一个特点就是广泛而有活力的校友网络 这一点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其实校友网络你可能进大学刚开始的第一天起 你就慢慢慢慢的再去建立你的这个人际网络 而这个人际网络 它不光是会帮助到你在大学四年里去进行学习 进行活动 特别是在就业的时候 这个校友网络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 比如说在美国如果你是在公司投简历寻找工作 如果你发现对方公司正好有你同一个学校毕业的 那其实你会非常有一个优势 可以跟这个校友去建立一系列的联系 更有可能去拿到面试 或者是最后通过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本身也是一种能力的锻炼 而这个校友网络我个人觉得在毕业以后 或者是找工作以后 在若干年以后 如果你还要进行人生更多选项的发展的时候 校友网络对你的帮助也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可能是会影响到你一辈子的一个无形的财富吧 最后一点是英美大学会具有更高的国际声望和认知度 那这一点可能我们从刚刚那张slide里面 从全球排名来说 或者是大家心里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一个 相对来说一致的一个认识吧 英美的顶尖名校他们会有更高的一个认可度 好讲完这个以后呢 我们接下来讲一讲 在澳洲申请英国或者美国的名校 对于我们这些澳洲的学生来说 澳洲的孩子们来说 他们有什么优势或者是劣势 我们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那我在这里我会采用和美国读高中的孩子 以及在中国读高中的孩子 我们来进行一个对比 首先这个呢就是美高的同学 美高的同学他们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呢 他们是作为一个local student 本土的学生在申请的时候去考量的 同时美高他可能有一些相应对口的学校 所以呢也会有比较多的学校的支持和资源 这是他们的优势 但是在美国读高中的同学 他们有一些劣势 首先就是这个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因为如果你已经到了那里 那你知道你身边的同学 可能都是跟你有着类似的这样一个目标 大家都非常的拼 所以呢压力也非常大 而且很有可能是存在没有家长陪伴在身边 那么可能对孩子隐形的会造成一些压力 或者心理上造成一些压力 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那我们对比一下 如果是在中国读高中的同学们 如果他们申请的话 他们有什么优势呢 第一个优势就是说有这样一个大环境 这个我相信很多家长朋友应该也有所了解 国内所谓鸡娃的一种环境 或者是有所谓国际化线路的这样一个环境上的支持在那里面 那么相对来说家长和同学就更容易有动力去做这件事情 而相对应的呢 像国内很多国际学校他也有比较多的支持 比如说有A-level的课程了 或者是有一些竞赛的通道或者是活动上面的支持 这个可能相对来说是一种优势 那国内有什么劣势呢 也是比较明显 第一个就是竞争是非常非常白热化 可以说是白热化 可能我们都会从各个新闻渠道去了解说 有多少个学生要去申请顶尖的学校 那么对他们来说 其实这个竞争是很残酷的 而且这个竞争它并不存在 只在申请大学那一刻 可能是在小学升初中 初中升高中 那个竞争是一直伴随着他们的 第二点从中国申请来说比较不利的呢 可能是从申请材料的角度来说 可信度相对来说会更低一些 这个可能是跟社会风气有关 就是我们可能会相对有更加急功近利的心态在那里 那么做的材料可信度会更低 或者说是为了申请而申请做出来的这个材料 就不会显得那么的真实 那最后呢我们来回到澳洲看一下 作为澳洲的同学我来先讲一下 我们澳洲有什么样的劣势吧 首先很明显的就是没有这样的大环境 我们也会发现在孩子的学校里面 几乎或者很少有同学会想到说 要去英美留学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一个氛围在里面 所以相应的呢 学校给到的支持也会比较少 学校可能会更多的关注我们的高考 我们的VC 或者是我们一些正常的学习生活 但不会有额外的一个支持说我专门为你帮助你去做这个英美大学的申请 这个就不会有 同时呢对于澳洲的同学来说 你在十二年级或者十一十二年级的时候 你既要学习VC或者是IB 同时你可能还要去考SAT 这个学习的压力会有一点点大 不过其实美国和中国的同学也在学AP了 所以学习压力几乎是差不多了 那我们来讲讲澳洲会有什么样的优势 首先呢在澳洲申请澳洲的高中 其实在英国和美国大学里面的应该是reputation都是不错的 大家都会觉得我们澳洲高中的很好 澳洲的老师们的可信度也都非常高 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是从澳洲去申请呢 这应该算是一个隐形的加分项 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在澳洲的学校里面 活动是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 无论是音乐还是体育还是公益活动 而且在校外其实澳洲的社会上面 也有非常多的活动的机会可以让学生去参与 这也是我们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的一个优势吧 第三点的一个优势就是竞争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 毕竟想去英国美国留学 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想法目前 所以你面临的学生面临的竞争压力会更小一点 那么最后一个优点呢就是澳洲护照的一个优点 如果您的孩子是拿的是澳洲护照的话 那么今后如果他去美国留学了 他是可以直接留在美国工作的 有一个签证叫E3签证 而且这个签证到时候再跟申请美国的绿卡是不矛盾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身份规划上的一个优势 那么总体来说其实在澳洲读高中还是比较适合去申请英国和美国的大学的 因为我们这里没有一个特别急功经历或者是特别压力特别大的一个环境 非常适合同学们自然的去发展去兼顾学校的学习去做一些课外活动 然后去申请美国的或者是英国的大学 所以我觉得我们来听的各位家长其实肯定也非常了解澳洲的高中教育是非常好的 可能才会选择移民或者是正在考虑要移民到这里来 对吧 好我们来看下一点 接下来呢我会讲一下澳洲高中申请英美名校的秘诀到底是什么 在讲这个秘诀之前呢我先来回答大家可能潜在的会有个问题 叫名校录取名额是不是真的存在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听到说哪个国家或者是哪个学校哪个地区 他录取了多少人 所以这个名额对我来说是不是有影响呢 今天在这里如果做一个简短的回答呢 其实录取名额这个东西它并不存在 我觉得这是一个伪概念 我们听到所谓说录取多少人 我觉得更多的是从一个统计的角度来出发的 或者是让我们更加直观的去了解 竞争的激烈性在哪里 而名校录取的标准其实说简单了就只有一个 对于所有国际学生就是择优录取 应该说对本地学生一样 对于所有学生都是择优录取 那么我们也很想知道什么是优 如何的是叫择优呢 简单来说 我会把这个优秀概括成三点 真正的学术的实力 就是一个孩子毕竟是以学习为主 他在这个学习上校内学习或者是标准化考试 或者是校外学习你自己感兴趣的领域 你能够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除了分数以外 你有什么样的材料可以去体现你的这种学术能力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他具备的广度深度和特色 就是这个同学他自己思维的广度 思考的深度 以及他自身具备的特色 他和其他众多的申请人对比起来 他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那也是他们会考量的一个优秀的一个点 还有就是他具备过硬的这个能力和素质 他是否在高中阶段参与过活动 他是否影响过其他人 他是否为我们的社区做出过贡献 包括有第三方 比如说老师对这个同学 他是怎么样 如何能够体现出他的素质 所以综合看来 其实名校他不仅是寻找 已经很成功很优秀的一个同学 同时他们也会考量说 如果我把这个同学录取了以后 他到了我们学校以后 他会如何去利用我们这么多的资源 我们一开始提到这么多的资产 他是否可以为我们学校做出一定的贡献 或者他是否可以去正面的去影响他的同龄人 去构建一个更好的一个社区 这个都是他们会去考量的一个问题 所以并不是简单的说 优秀就等于高分 优秀就等于获奖 如果我们把这上面的这三点 我们再进行一个具体的breakdown以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名校录取的标准和偏好究竟是什么 说到这里可能大家还是不知道标准和偏好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从这个学术实力上来看 学术实力如果要具体来说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这几块 就是我们的校内的平时成绩 以及我们最终的澳洲高考的成绩 这个是很直观的能够体现你的学术能力的 美国的话他会需要你去参加一个标准化考试 叫SAT或者是ACT 这个我们的Natalie老师一会儿会具体的来分析 还有呢就是专业方面的考试与面试 以及获奖情况 这些都可以作为他们一个考量的标准 好接下来叫具备的广度和深度从哪个方面体现呢 我们刚才提到了在高中阶段你参与过的课外活动 你做的是体育是音乐还是公益活动 还是你自己办的一个什么小型的社团 这些都是能够体现你所关注的点 你这个思想具备的这个广度和深度 同时呢在申请的时候你提交的这套文书 因为文书其实并不是说简单的去罗列 我做了什么我做了12345 而是会通过一系列不同的问题来展现出 你对这个世界关注的是什么 或者说你对社会上关注的是什么 以及你对自己有什么样的认识 同时呢还有一个面试 那面试就是面对面或者是online 这样的一个交流 可以非常直观的去认识到as a person know you as a person 作为一个个人来说 你有什么样的特点 可以让人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这也是一种考量的标准 其他方面呢 那么还有是推荐性 我们刚才提到了老师学校里的 老师他会给你推出一个推荐性 会客观的去评价这个同学 可能跟同龄人他有什么样的优点 他做什么方面做的比较好 还有一个点呢叫作品集 如果你的孩子是申请艺术 或者本身在艺术方面 还是比较不错的 那么也可以说自己做一个 比如说音乐的作品集 或者是艺术上的作品集 来展现自己不一样的这种能力和素质 一个额外的点呢叫说 不同学校看这些东西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首先如果是英国和美国大学 其实他们看的这个百分比 或者说觉得侧重点就不一样 而在所有美国大学里面 他可能每个学校的风格不一样 他对这些东西的重视程度相应来说 也有所不同 那这个话题就是比较专业性一点 我们今天就不做具体的展开 那接下来呢我是做了一个表 这个表格是比较直观的去比较澳洲和英美大学 在申请的时候或者在筛选学生的时候 他们所看中的这些标准有什么区别 澳洲大学就非常直白的就是成绩 就是我们的高考成绩 下面呢是一个是英国的名校 一个是美国的名校 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名校 蓝色的这两块 一个分别是成绩 一个是面试 还有一个是他的入学考试 就是专业考试 这三块占据了非常大的一部分 那么也就是说英国名校在申请的时候 他们最多的基本上会关注的就是 你作为一个学生 你想学什么 你已经学了什么 你在学的这个方面取得什么样的成绩 你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学术的潜力 今后可以到我们学校来去学习 所以这是英国名校申请上的一个特色 那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名校申请呢 它几块分布的都比较均匀 包括你的成绩 你的学校的成绩 然后你参加SAT的成绩 还有你的课外活动 以及你的申请文数 这四块基本上是比较平均的占据了 这个总的这个 总的核算的要求里面 所以说对美国申请来说 就是各方面都要兼顾 进行兼顾 但是可能对美国来说 它对专业程度的要求 或者对学术程度的要求 就不如英国学校要求的那么高 所以这个表我们可以比较一目了然的 就可以了解到申请不同国家 这个大学 它对学生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那么大家可能接下来就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那么澳洲高中生 到底怎么样可以去申请到这些英美名校呢 他们的秘诀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的同学在过去这八年里面 我们这么多的同学 他们有一个基本上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他们在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准备过程里面 也是在我们的指导和帮助下 他们首先是围绕了自己的兴趣 爱好与特长 然后进行了充分 而有针对性的准备 那最后在申请的时候 凭借完美的文书 和非常匹配的申请材料 拿下了顶尖名校的录取 接下来我们就会讲到说 作为现在的同学 或者是家长 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帮助孩子 去做这样申请上的准备 首先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 尽早开始 这一点无论是我们 还是说过往的同学 还是任何人 我觉得这个tips 应该是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 会是尽早开始 那么尽早呢 也并不是说一定要像国内那样 从幼儿园 从小学开始 就要有相应的准备 我们可能觉得比较合适的是 从九年级或者是十年级的时候 开始去做准备 因为这个准备呢 他不仅仅简单的是说 就是学习上的准备 我就是要去做考试 我就是要去学东西 我就是要去参加比赛 其实准备当然也包括 比如说心理上的准备 整个家庭变化上那些准备 还有给到的是一个试错上的准备 因为可能才一开始 我们会去 根据孩子的情况做一些事情 那也许发现后来孩子 他并不感兴趣 或者是有客观上的困难 这样有一个试错的空间 所以这个都是需要有时间来铺垫的 所以尽早的开始呢 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 然后第二点比较重要的呢 我们不叫准备 叫探索 就是说通过观察和思考 去了解这个学生这个孩子 他最喜欢的东西在哪里 他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或者他比较擅长的 是我们平时都没有发现的 一些能力点在哪里 这个是比较抽象的 那么通过探索 这个第一步以后呢 我们会从三大能力上去进行提升 来更好的去符合英美大学申请的 这个要求 第一个就是学术能力 在包括在校内的学习上的 这个规划 以及督促 比如说校内的选课 如果是英国的话 那就是说初步的学术兴趣的一个发展 他需要可能需要去阅读 或者去做相关的研究 如果是美国的话呢 那么他需要去做一个俄外的 SAT考试上的准备 这是学术能力上的准备 第二个呢是叫活动能力上的准备 那么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 几个case里面 每个同学他都会做一些课外活动 有校内的机会 可能要去找一些校外的机会 而在这些活动里面呢 我们是想说能够体现出 你对这个社会或者对自己 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那你从中可以锻炼到什么具体的能力 最后收获到了什么样的认识 而对身边的人是不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这是活动能力的一个体现 而除了这两个比较显性的能力以外呢 其实还有很多隐性的能力 就是你在提升自己的学术和活动的同时 其实每一个学生他也在慢慢的去养成 一个更好的一个学习习惯 去学会管理自己的时间 去学会和人沟通与表达 以及到最后他会发现 对自我有个比较深刻的认知 或者我们家长可能突然会觉得 这个孩子他长大了 他变成熟了 而这些隐性的能力 其实也是通过我们去准备 这个英美大学申请的过程当中 会慢慢慢慢 或者说自然而然的 就会去build up 起来的 而在最后 其实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 也是我们几乎所有同学 在我们以前在我们这边 做过申请同学 他们最好达到一个效果 就是可以找到自己 并且做好自己 我们不希望说整个申请过程 是一个特别功利性的一个过程 说是为了活动而活动 我们永远是希望做的这些事情 是你自己喜欢的 也是你通过自己一步一步的去探索 去慢慢实践出来的 所以这整个过程 它就是一个自我提升的过程 就是这样的一个准备过程的情况 接下来呢 我把时间给Natalie 会让她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这个学术能力上的准备 这个可能是大家更感兴趣 或者是目前阶段 大家觉得更需要了解的一个 确切的一个信息 我们可以让Natalie 来介绍一下 学术上面的一些准备情况 好的 谢谢Julia 那我这边来给大家 再回顾一下 总结一下 英国和美国大学 分别对学术这些考试类的 一些要求 有些什么不一样吧 那大家在这个表上面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第一个是关于校类成绩 那美国大学呢 像Julia刚刚强调的 美国大学看中的是你的一个长期的表现 那这个长期的表现 体现就在 它需要你在申请的时候 是要提供从九年级开始 一直到最后十二年级的所有的平时成绩的 在英国呢 就不需要 英国呢看中的是你最后一年的 更看中是你最后一年的成绩 就主要是你的Ata的成绩 那另外呢 美国大学和英国大学还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刚刚我们反复听到的SAT的这个考试 或者ACT的这个考试 那关于SAT等会儿 我在下一页会更具体的去介绍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试 那对于美国 对于澳洲的学生 或者说对于所有升级美国大学的学生 包括美国本土的学生 他们都是需要在学校的完成学校的考试之外 还要额外去准备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美国的高考 那英国也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标划考试的 AP呢AP也是美国专门对于美国学生的一个要求 那当然我们也其实有些家长可能会有些了解 就是在国内的考生 国内想要去申请美国的学生很多也会去参加这个AP的考试 AP的考试呢叫做Advanced Placement 也叫一个预先学习的预先课程这样的一个学习 那在澳洲呢我们的经验是因为澳洲 它其实没有一个学校是有专门提供一个所谓的AP考试的 所以AP的课程设计的 所以我们一般而言是不会不建议不强求我们澳洲的同学 去盲目的去参加很多AP的考试去专门去做这样的一个准备 因为这个地方我多说一点吧 因为关于AP如果大家想要知道的话 有些家长经常会问这个问题 而加上呢澳洲本身我们的VCE IB的这个课程的设计其实已经非常的完善和科学 有针对不同的level的同学的 有high level 有一般level的这种课程 所以我们不会 大家不需要太过于担心AP的这个问题 另外呢就是IB或者VCE最终的这个ATA的要求 美国呢对他们这个澳洲高考的这个最终的ATA呢 是没有一个很硬性的要求的 那大家刚刚看到的我们的三个同学 他们的ATA成绩当然也是非常优秀的 那但我们也每年也会有一些同学 他的ATA成绩虽然可能并没有到99% 但是他们依然也可以拿到很好的美国大学的offer录取 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 他美国大学在看你的这个学生的学术能力的时候 他其实是有很多的指标中和去考量的 那甚至在美国的这个ED 我们的所谓的找申请阶段 你当你拿到offer的时候 你的那个IB或者VCE的最终的成绩是还没有出来的 但美国大学已经可以根据你的平时成绩 根据你的SAT的成绩 根据你学校对你的一个预估的成绩 那当然结合你所有包括你的personal statement 额外所有的一些综合考虑 他已经可以很确定的说 好我们要你了 我们可以给你这个offer了 对 那但对于英国而言的话 我们所谓常说的那个英国的G5 英国的名校 那他们很多的专业对于你的最终的ATA 是有非常明确的硬性要求的 那一般来讲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那我们也可以给大家一个信息 就是一般你的ATA最终成绩是 要达到98.5以上 那当然对于牛建这些热门 热门学校的热门专业 它的要求会更高 另外的话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专业测试和面试 对于美国学校的话 对于美国学校的话 因为朱利尔刚刚也讲到了 其实美国大学在一开始入学的时候 对于学生的这个专业的要求 其实并不高 因为它允许你去试错 允许你去try out different things 只要你感兴趣 所以它也没有一个相对应的 所谓的专业的鄙视 入门的专业的一个面试 专门的鄙视 那美国大学是有面试的 但是呢美国大学的这个面试 跟英国的大学的面试的侧重点也不一样 美国大学的面试呢 它的面试观更多是当地的校友 所以它对你的了解 是想要针对你个人全方面的了解 而不是考验你的专业 那它想要了解就是 除了你申请材料以外 更多的东西 比如你的个性 你的爱好 你的经历 来从中进一步的判断你的热情 你的综合能力 那当然也包括你的沟通表达能力 全方位的想要了解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更加的开放和全面 那但对于英国大学而言 它的面试有一个非常明确的 当然包括它 我们先说一下比试吧 还是刚刚的 它是部分的大学 还有热门的专业 比如说牛建 牛津大学和建小大学 它们都是有专业的比试的 包括它们的 比如说像很热门的医学类的专业 法学类的专业 数学类的专业 它们都是有专门的考核的 专门的比试要求 那另外它们也会有面试 专业的面试 和美国大学不同 英国大学的面试官 通常是由你所面试的 你所要申请的 college的学术导师来担任的 所以你也可以可想而知 考核的内容更多也是跟学术相关 它希望得到你更多的是你的 有没有具备在该领域的学术潜力 以及你对于这个课程的适应性 就你来如果真的你来加入了这个college 来成为了我的学生 你是不是能够应付 能够真正的完成好你的这个学习的任务 所以这个英国大学而言 它的难度在于和美国大学相比 它的难度就在于它的这个 专业性考试的这个要求 其实相对较高的 那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英国大学 都有面试和比试的要求 比如说LSE就伦敦政经大学 它的所有的专业呢 都是没有这个面试和比试的要求 当然他们也会有一些热门的专业 它的相对的录取的这个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所以可以综合的总结一下 就是美国大学和英国大学呢 都有自己的一些难点吧 从申请的角度上 但是这些都是可以通过长期的规划和准备 去逐渐提高的 那我接下来讲一下SAT的部分 那SAT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试 这个SAT的话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点去理解它 第一点它是一个标准化的考试 就像我刚刚讲的 美国 这是一个所有的升级美国大学同学 他们都可以 都需要去参加的一个考试 那当然现在很多大学也提出了 这个考试变成一个optional的 但是对于国际学生而言 如果而且针对今年以后的申请人而言 我们这个考试还是一个 必须去准备的吧 不要让它成为你的一个短板 标准化的考试在于 说它会为所有的各个不同地区 不同国家的不同的这种学生 他们的那种高中的考试 不同的放在一个同样的一个客观的标准 给大家提供一个客观的标准 放在一个客观的一个平台上面去做比较 这是一个标准化的考试 那除了ACT之外 还有ACT 都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目的 去综合的客观的评量 衡量学生的申请人的学术能力和学习能力 那另外一个呢 它也是一个学术能力的一个测试 学术能力测试的话 它就不是一个语言类的考试 那我们要所以这个首先要区别开和所谓的雅思托福都不一样 那它的考试结构是包括了阅读 批判性阅读 语法数学 还有一个选考的写作的部分 它作为一个学术能力的要求的话 它其实要求的就是说你 作为一个相当于一个lative speaker这样的一个水平 然后去参加他们的对于你的这个阅读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各方面的要求 比如说你的硬实力它的能力要求在于你的阅读理解能力 你规范语法的使用能力 你的词汇量 你的数学数理分析 包括你的数学运算这些硬实力 另外一方面它也通过它的题目的设计 来考察你在信息筛选知识运用 逻辑推理实际解决问题 等等方面的这些软实力 另外一方面呢 SAT对语法的一个高标准 这个我也想要提一下 因为其实在是我们 我多年的教学经验告诉我 其实澳洲的 这是澳洲教育课程设置上面 比较相对缺失的一环 它并没有一个很多学校并没有一个很系统的一个语法课程 然后呢包括澳洲的高考 其实对于语法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考察 但是呢美国的这个SAT或者ACT也好 它们对语法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考察 和明确的标准的 所以其实在我们很多的同学在学习 准备SAT的这个过程中 它第一步的基本基础课程 就是我们的语法课程 那它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相当于弥补了 它在澳洲教育中所欠缺的那一环 那这一个方面对于它无论之后是申请澳洲的大学 对于它澳洲学校的学习吧 然后包括它申请英国的学校 还有美国的学校 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座的所有的内容 就是我们今天讲座的工作 我们今天讲座的工作 我们今天讲座的工作